怎么这耶伦一走,惠玉就把咱们给降级了呀? 这个事是巧合吗? 惠玉把中国主权雄平纪从稳定调整成负面了, 不过呢,他只是下调展望了,而不是真正的降级。 这个事怎么来看呢? 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,怎么好像有点是, 就像女朋友不太高兴了,说要跟你分手, 但万一你要是能够满足她要求的话, 没准人家又不分了的感觉。 女朋友想要啥咱不知道啊, 但是耶伦老太太,作为财政部长, 他最大的KPI就是卖美债呀。 现在中美两边什么状况呢? 都是在抢流动性。 美国看起来各项数据都挺不错的, 但是他通胀就是下不来, 经济可以说是在高血压了。 昨天晚上他最新的通胀数据又超出预期了, 搞到现在华尔街已经开始担心, 今年他还能不能降息了。 而咱们这边什么情况呢? 新公布的CPI数据又不是太好, 消费、信贷起不来, 咱们是经济低血糖了。 那边呢是高血压着急降息, 因为要是再不降息的话, 怕经济早晚会硬着陆, 但要是降息的话呢, 美元就会跌, 人家又怕咱们抛美债, 所以呢他想让咱们先买美债, 最好呢, 把咱们出口证的那些钱通通买成美债, 然后他一降息, 美元一贬值, 美债的还款压力就下来了, 他不就血压正常了吗? 可问题是谁也不傻呀, 你美债都已经是34万亿美元了, 比GDP还要高, 所以现在咱们是什么操作呢? 买黄金抛美债, 要买美债你可以自己印钱买嘛, 但真要这么干的话, 美国通胀压力就会更大, 血压就更高, 早晚得脑淤血, 等到他硬着陆之后降息了美元一贬值, 钱就从高血压那边出来了, 到了咱们低血糖这边, 到那个时候呢, 我们的血糖就正常了呀, 你看现在就这个情况, 两边手腕都掰得快要折了, 结果突然货誉给咱们来了一个下调主权信用评级展望, 这个事儿几个意思呀, 主权信用评级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, 可问题是, 现在美国国债的规模34万亿美元, 占到GDP比例都120%了, 光是利息支出, 一年就得1万多亿美金, 占到他们GDP的3.6%, 情况真的是蛮严峻的, 而我们呢, 中央财政债务占到GDP比例才20%多, 即便加上地方债, 也就是50%出头, 所以呢, 我们的债务负担肯定是没有美国重的, 但是呢,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给到美国的评级是稳定, 目的汇誉给到我们的是负面, 而且偏偏就是在耶伦刚刚离开北京之后, 汇誉马上就给了咱们一个下马威, 这事儿就很难不让人多想啊, 话说这世界三大评级机构都是欧美企业, 那他们真的会不会暗中帮谁的忙呢? 其实三大评级机构都是相对独立的, 2011年, 标普就曾经率先的把美国的信用评级, 从最高的3A下调到AA加, 但是啊, 总体来看怎么感觉这三枚也会有点双标的感觉, 像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, 目的们就曾经多年将绝大多数房贷抵押债券评别最高级, 还有2010年, 希腊爆发了债务危机, 但是就在2009年之前, 为了把希腊送进欧盟, 三家评级机构一致给予了希腊很高的信用评级, 然后再说现在好了, 三大机构给到日德、英美的评级也都是稳定, 只给了我们负面, 这难道真的很客观吗? 那既然说他们有双标的嫌疑,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参考它呢? 当然是因为其他的评级机构显得更加的拉垮呀, 这使得三大机构占据了全球90%以上的市场份额, 像咱们国内的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大公国际, 一直主打的是民族派, 它的创始人曾经扬言说, 大公要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评级体系, 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, 但是呢在2015年, 当标普们把恒大的评级降到了垃圾级的时候, 大公国际等等咱们三家国内的评级机构, 却依然给出了它3A级, 导致恒大能够继续欺诈发行债券, 其实这个金融战争, 它拼的是一个综合的实力, 武器末后就是被动啊。